大家好, 欢迎来到这一节的曼联新闻一分钟 西部落的场合, 一比一打和, 有几样东西要与大家交代 关于球例上的东西和VAR相关的东西 有一个留言我真的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朋友很心碎清 他说, 大伯, 要留意一点, 曼城和利物浦都曾经与西部落打一比一平手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曼联是差事, 曼城和利物浦都曾经与比数打和 与金过球季, 我想他也是苦中作乐 另外亦想提提迪基尔这球球, 如果他不是那么神勇的话 正如我在帕塔巴那里说, 其实这场球应该输 也起码跟石飞联那一场一样, 输二比一 好, 言归正传 说回这一场球的一个事件 第一个事件就是这个, 一开球输那一球 对方的球员迪安尼对着连友洛夫 结果没有被判罚, 也有朋友问 为什么这球没有VAR出动呢 我想和大家交代清楚 求例上来说 VAR去 纠正球证的错误 就有四个情况才会用到的 如果不是这四个情况的话 VAR的裁判, 即John Moss, 不可以 跟球证说, 你好像判错, 不行的 哪四个情况才可以启动到VAR呢 第一 红牌事件 第二 十二马事件 第三 入球相关事件 第四 认错人的事件 所以 这个犯规 就不列入 即不是在这四个条件里面 所以 VAR, 譬如John Moss, 看到 这么厉害的 都不能够出声 叫球证Cray Poulsen 去看看 所以 这个判决 是100% Cray Poulsen 要负上这个责任 我觉得他判错了 当然有些朋友 又说他未必判错了 但如果 如果这样顶头罪都可以 那些前锋下一次就上下棋手都可以 那做后卫又怎样搞呢 我想请问 虽然我也要交代黑点 很多朋友都说 联带洛夫不够硬正 这个也是事实 刚才无论是迪基亚 或者联带洛夫 我也是这样说的 根本 他们两个 如果我们领队的话 就不应该派演 他们两个上阵 这一场 但他们两个 其实都 已经相当出力了 不过 其实真的不适合他们 另外有一件事 就更加 厉害了 我也 之前不知道 是刚刚 BBC记者 Simon Stone 出了个帖子才知道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连苏斯克查也不知道 这条例 为什么 这个也是说一个 VAR事件 不过就是 麦加亚 被人在禁区里 拉跌了 那个犯规 我们一直以为 麦加亚之前是越位 John Morse 可能睡着了 或者 看不到 所以就叫球证去看屏幕 Soul Chacha也是这样说的 原来Simon Stone 在竹种网页找到 一条条例 英文读一次 A player in an offside position is moving towards the ball with the intention of playing the ball and is fouled before playing or attempting to play the ball or challenging an opponent fought the ball The foul is penalized as it has occurred before the offside offense 说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一个球员 就算 在一个越位的位置 去冲着 去迎接的那些球 亦都是很有意图的 要拿这个球 或者用这些球 然后如果他被人 反规 就是在他们拿到这个球 或者上次乘得这些球之前 被侵犯 或是 或者被对手 硬强强强强强强 这个犯规 是会被罚 就好像 他未软位的情况 即是说,原来我们真的错了 球例来说,原来真的是球正熟 John Moss是没有错到的 原来他这球球,如果 Cray Poisson 发觉那个拉扯的动作是12码的话 他应该要判12码 就算 麦加亚原本是一个越位的位置 这个非常有趣 我也不知道 苏西亚查也不知道,我想大家都不知道 这条条例,即是说,就算你越位也好 如果有人强硬做低了你 其实是要罚的 这样就有趣了 这样就有趣了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爱华顿对 利物浦那场球 就是因为越位,所以 John Pickford做低了,Van Dijk 都没有被罚的 不知道为什么 那个 又没有用到这一样东西 因为应该都要被罚的 不过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利物浦那场球 就是Michael Oliver 他后来也承认 犯错了 所以 捉种这个条例 的确是这样 利物浦那次 对我罚传那次 就是求证做错 反而这次 我们以为他睡着了的John Moss 就做对了 OK 交谈清楚 因为这些球例上的东西 虽然他写出来 古怪怪常人就觉得 好像不是很合理 但是 原来又真的有这样的条例 OK 那么这次来到这里了 交谈这两样东西 多谢各位收看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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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